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艾彭建華 內地五一黃金周假期展開 早上有不少女客經香源為口案來港 看看現場情況 我們見到現場等的人不太多 現場人流不算太多,亦不逼人 五一王今週第一日,早上有不少內地旅客或旅行團拖著行李行 經香園圍口岸底港,秩序良好 旅遊業議會早前受預計,將有大約八百個內地團來港 又立法會議員早前受說,相信不少旅行團會以香園圍口岸入境 希望當局做好疏度 見到香園圍口岸,現場人流不算太多 旅客出來也不用逼人 畫面見到有些旅行團 亦有個人遊遊的旅客 部份遊客拖著行李行李 旅遊議會早前預計即將有大約800個內地團來香港 現場情況先看到這裡 吳一王今週期間 本港各個口岸都沒有延長開放時間 或者特別通宵安排 入境處處長郭進鋒說 日後會繼續按實際的需要 與內地商討相關安排 因應內地五一假期 加上中環海濱活動空間會舉辦演唱會 港鐵宣布期間將會加強7條路線服務 合共增加540班車 東鐵線禁鐘往羅湖的尾班車 延至晚上11點32分開出 專型巴士增設6條特別巴士線 而運輸處亦都要經向跨境巴士型辦箱 增發比平日多4成的加班賠客 轉看下 天文台凌晨4點1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去到早上7點取消 天文台凌晨4點多 旺角上空行雷閃電 街道下大雨 有市民用傘去擋雨 在美孚一帶雨晒就更加大 天文台說 凌晨大約4點50分 長洲綠燈每小時超過100公里的猛烈震風 凌晨4點45分之後的一個小時內 全港綠燈1,927次雲對地閃電 和5,411次雲間閃電 天文台昨晚亦都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多區狂風暴雨 在惡劣天氣之下 多班抵港的航班延遲或者要取消 鄰近的澳門和珠海雷暴夾雜冰雹 澳門一度發出紅色和黃色暴雨警告 風雨來襲 中環海濱近萬人 原本看緊組合五月天香港站第一場戶外演唱會 雖然不少觀眾有必而來 但遇上特別嘉賓 在黃色暴雨警告下都顯得非常旺貝 大會最終宣布 因為天雨關係提早結束 未夠晚上10點就要散場 半個角度由尖沙咀跳望港島 雷雨帶在晚上近10點 由西向東橫過維港 當時維港內能見到極低 在黃大仙龍牆道港鐵站外的行人路 亦都有輕微積水 多距一度黃風黃雨 持續了一個多鐘 走時颱風吹襲感 天文台在晚上9點半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又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說會有強震風和可能會有冰雹 雷雨帶環過本港期間 大澳陸德時速大到110公里的震風 長洲亦都錄得時速大約100公里震風 雷雨帶最先影響珠海和澳門 澳門是進步在晚上9點10分 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超過一小時 並且接獲冰雹報告 由觀眾提供的片段可以看到 有不少冰粒截落擋風玻璃 而珠海斗門區 亦都有大量冰粒從天移降 有民眾撿起的冰粒直徑達至少兩厘米 華南天氣持續不穩定 本港天文台預料受到低壓槽影響 星期三繼續有大罩雨和狂風雷暴 今個星期後期仍然天氣不穩定 《無線電視》記者 宜家謙謙道 衛生防護中心預計 冬季流感高峰期將持續多幾個星期 或許會有更多爆發和重症個案 呼籲市民盡快打針 市民如果發燒或人多擠迫地方時 也應該戴上後襲 近日流感病毒活躍度持續在高水平 至今有559宗成人嚴重個案 當中346人死亡 另外有22宗兒童嚴重個案 當中3人死亡 都有超過7成人沒有打針 其中4歲的女生 上個星期六因為感染流感入院 出現腦病變和抽筋 延至星期一離世 是2個星期內 第三宗兒童死亡個案 而葵中醫院一個女病房 出現夾型流感感染群組 4個病人發燒和有呼吸道病徵 全部情況穩定 當局最新數據顯示 自年初踏入冬季高峰期之後 流感的活躍度處於高峰 當時主流的是甲型H3 2、3月雖然有所緩和 4月的活躍度又再回升 主流的病毒株就轉為甲型H1 當局說2015、16年的冬季流感高峰期 亦都曾經出現主流病毒株轉變的情況 當時流感季節維持了17個星期 比一般8至12個星期長 今次亦都可能會較長 由H3轉到H1 變成大家可能會再有一輪感染 我們預計可能都要幾個星期 香港人都去很多旅行 外地還有些地方是流行B 雖然也有些下降 所以我們都不排除 可能未來都有機會再有轉變 今年的冬季就是拉長了 而當然不排除會不會接住下季 當局又說 長者、院舍及兒童的最新接種率 比往年又改善 當中院舍達超過八成 長者及未成年人就大約一半 而現有的疫苗及H1紋合 呼籲盡快打針 亦都建議市民在某些情況 最好戴上口罩 包括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病徵 到訪院射的人 在人多濟壁、不通風的地方等 醫管局預料五一公眾假期 公立醫院的服務需求將會增加 已制定應對措施 無線電視記者彭榮熙報道 北京市放寬樓市限救措施 是13年來第一次調整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 昨天發布通知 說在北京擁有兩套住房的北京市戶籍家庭 和在北京擁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戶籍成年單身人士 以及連續五年以上 在北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 非北京市戶籍居民家庭或成年單身人士 可以在五環外購買一套新的商品住房 今次是北京市自2011年2月實施住房限救政策以來第一次調整 通知說調整是為了更好滿足居民剛性住房需求 和多樣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成都日池都取消了實施7年半的住房限救政策 賣樓無需再審核戶籍、社保等的救房條件 和不再限制購買火數 第三艘國產航母福建艦展開第一次海市 福建艦朝早8點多 從上海江南造船廠碼頭解纖啟航 到相關海域開展第一次的航行試驗 根據航母建造工程進展 這次海市主要是檢測驗證福建艦的動力、電力等系統 可靠性和穩定性 2022年下水的福建艦是內地第一艘彈射型航空母艦 滿載排水量達到8萬多噸 採用平直通長飛行甲板 配置電池彈射和阻攔裝置 又到中華兩景時間了 開筆禮是對小朋友開始色字集禮的傳統啟蒙教育形式 廣州近日有小朋友參與開筆禮 一齊看 在廣州判園這間七百多年歷史的祠堂 小朋友着上傳統服飾 參與開筆禮 衣官邁近尖神海 千正衣官 以後令到你 自正衣官 整理衣官之後 再向孔夫子像行拜師禮 接著要開天眼 豬沙啟致 豬沙點 天氣零美又聰明 點個豬沙 聰明零美 聽教聽話 尊師重道 而最重要的環節 是用毛筆寫的人字 代表要讀書 才要學做人 開筆禮的意義所在就是 啟蒙 啟發小朋友 從今天開始 要尊師重道 要好好學習 天天向上 加強鍛鍊身體 做個好的學生 小朋友有沒有吸收到呢? 要乖好一點 還有呢? 不要被老師砍砍 好好學習 情分努力 我們小時候沒有開筆禮的認識 很想他以後都懂得 專師教導 校徑父母 做一個 可以為國家做貢獻的人 今次是沙灣古鎮的第十三屆開筆禮 一共有三十幾位小朋友參加 無線電視記者陳宇喬報導 中國毛筆之鄉江西南昌民港鎮 被譽為華夏筆刀 當地有製筆大師多年來致力研究古代毛筆工藝 最終復刻出消失幾百年的唐代錢紙筆 南昌市製筆技藝大師李小平用了八年時間 在2013年成功復刻出唐代錢紙筆 形容積鉅 產紙筆也叫做基礎筆 它使用起來非常便利 除了序莫多以外 他就說上手他就很熟悉 錢紙筆出現在盛行抄襟的唐代 不過隨著書寫習慣變化 明代後幾乎消失 李小平2006年開始研究復刻 殘子筆第一步的話就需要做這個中間 最中間這個筆心 第二步就是做這個用紙殘起來 螺旋狀的殘起來這麼一個步驟 類似於筆柱的一個結構 然後在外面跟我們現在毛筆一樣 第三層結構把P毛蓋上去 那就三個步驟就能夠大的步驟 就能夠完成一個殘子筆的製作 這個我做的是一個活態的 就是它是可以取下來的 這個筆頭 這個就是這一部分是紙的延伸出來這一部分 它作為一個像老鼠尾巴似的 就是方便拿 你看這層結構外面這層白色的 這就是P毛 然後這層你看到沒有 它是紙 這個是筆心 除了研究古代毛筆之外 它還致力傳播推廣毛筆文化 無線電視機社利澤浩報導 第二節中華樂已經報導完了 我們要看見到 那邊都是小朋友的 那邊都是獨特的 那邊都是二次座駕的 因為我們要等於連結 反而 Lost 我是神岳,黎在山 五一王金周第一日 我們記者何曼君現在在深圳灣口岸 那經深圳灣口岸入境的旅客多不多? 我現在就在深圳灣口岸 早上就見到在入境通道這邊 早上就已經有不少內地旅客 透過口岸來到香港這一邊 我們看看現在的情況 見到入境的人潮可以說是不少的 也都未算去到擠迫的情況 不少的旅客都拖著行李箱一家大小 然後也都會在通道附近等候其他親友 一併才出去市區 而在通道附近其實都設有不少的直通巴的車站 就會接載旅客 就會去到一些市中心 包括太子、尖沙咀、荃灣等等 剛剛就見到其實等候直通巴的人潮已經越來越多了 甚至人潮會伸延去到口岸的這個位置 我們剛才都去過離境 即是去內地那邊的通道看過 人潮相對沒有那麼多 比較疏落 秩序非常良好 剛才我們剛剛沿途來的時候 剛才說了除了直通巴多人等之外 我們沿途也都見到有不少的的士 進來口岸是等待接客的 再說回深圳邊檢總站就預測了 由深圳灣出境來香港的人潮高峰 就是早上8點到下午1點 用深圳灣口岸入境去到深圳那邊的高峰 就會是早上8點到11點 要留意的是今次黃金洲 並沒有實施延長口岸開放時間的安排 深圳灣口岸就會由早上 早上6點半開到凌晨凌時 政府早前說過 警務處會在有需要的時候 因應情況在深圳灣口岸的一帶 會分流進入口岸的車 提供公共交通專用通道 在此亦提醒過關的市民 內地當局因應上呼吸道疾病仍然有變數 例如是新冠 國口岸會加強疫情防控 對入境人士進行體溫監測 核酸抽氧檢查等等 我會在此跟進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交回給新聞部 謝謝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假期 不少市民早上乘高鐵北上 在西九龍站離港層 排隊一兩分鐘就能夠入閘過關 港鐵亦都加派人手協助 入閘之後安檢過程暢順 秩序大致正常 顯示屏顯示 離港長途高鐵班次已經受刑 而短途前往深圳、廣州 晚上八點之後的車票也都已經受刑 有市民表示 北上消費較便宜 消費上深圳都相對便宜少少 地方空間比較大 有時帶小朋友走動 就會多些地方玩 沒有那麼多人的感覺 這個小朋友可能想夾一下公仔 跟著吃東西 我想其實都是千多元 深圳就有些商場 今天下雨 商場適合小朋友玩 所以想上去 多元化 商場新鮮些 內地要求各個口岸在五一假期期間 加強口岸防控 以及加強入境新冠核酸抽氧 衛生防護中心說 本江口岸會維持現有的防疫措施 內地和本江自去年初全面通關 到11月正式取消俗稱黑話的健康申報 兩地過關都不用額外程序 國家海關總署當時提醒 旅客如果有發燒、咳嗽等病症 或是已經診斷有傳染病要主動申報 時間近半年 市民有否記得有病症過關要怎樣做呢? 有些印象好像有問題要走另外一條通道 因為我過去沒有事 很方便地過去 是的都沒有 都是自由自覺 都沒有抽樣檢查 不用隔離 現在我們是知道這樣 是的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基本上都疫情完了 所以應該覺得去玩都沒有什麼 所以現在始終比較輕微 國務院聯防聯控日前發布通知 提到新冠疫情仍然存在一定變異性 8日級疫情呈現快速增長趨勢 加上傳染病從境外輸入風險增加 要求各口岸要加強疫情防控 及時留意新冠等重點傳染病流行趨勢 對入境人士實行量體溫、醫學巡查 流行病學調查等措施 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抽氧 加強來自疫情高發地區人士的衛生檢疫等等 由海關進行抗原檢測結果是陽性的人 如果屬於無症狀或輕症 可以採取居家、居所隔離或自我照護 其他情況就提倡盡快就醫 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說 本港口岸會維持現有的防疫措施 內地入境要求沒有改變 可能宣傳多了、大家留意多了 之前都有抽染的情況 我們香港一直都有體溫檢測 如果有需要的情況都會轉介去醫院 而新冠疫情或流感本地都有很多 所以我們維持現在的措施 她再次提醒市民在出入時 亦要時刻保持個人衛生 無線電視記者吳嘉軒在那裡 第三艘國產航母福建南展開首次海市 福建南早上8時多 從上海江南造船廠碼頭解纖啟航 到相關海域開展首次航行試驗 根據航母建造工程進展 這次海市主要檢測、認證 福建南的動力、電力等系統的可靠性和穩定性 2022年下水的福建南是內地第一艘 彈射型航空母艦 滿載排水量達到百萬多噸 採用平直通牆飛行甲板 配置電磁彈射和阻攔裝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表示 中方願意為亞根廷維護經濟金融穩定提供幫助 王毅昨日在北京和亞根廷外長蒙迪諾貝塔 表示中方願意與亞方一度加強溝通、深化互信、拓展合作 願意涉及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節問題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強調中方一貫支持亞方為維護經濟金融穩定所作的努力 願繼續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希望亞方為中國企業赴亞投資提供良好的環境 蒙迪諾就說 無論亞方內部政局如何變化 亞方奉行對華友好的政策不會改變 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願意與中方密切雙邊對話溝通 繼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的合作 大公報石平 內地五一長假期今日開始 旅法局估計有80萬內地客房港 案年增加三成 特區政府已經做好準備 關口交通等安排就緒 商家磨拳策掌 務求抓住新一波相機 未來幾日香港將會燃鬧非凡 既欠人氣更欠財氣 五一長假在香港推動高質量旅遊業發展 強化自身優勢的契機 在為遊客帶來全新體驗的同時 亦都為香港爭取中央進一步推出為港措施創造條件 明報社評 本港股市樓市積弱多時 最近都有迴亂的跡象 不但樓價結束10年跌 廣股走勢也向好 本港投資市場氣氛出現微妙變化 樓市切勒效應固然是影響因素之一 但更大程度 都是得力於外部環境改善 內地經濟穩步回升 中美關係相對緩和 加上中正監早前公布聽港新措施 支持內地行業龍頭企業赴港上市 雖然美國減息步伐仍然存在變數 地緣政治形勢也存在不少暗湧 但外圍也封少換 多少有利香港前行 當局應該把握時機 主動與中央商量 加快促進兩地市場互聯互通 吸引國際資金來港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來新聞時間 五一黃金收展開 另一位記者黎慧儀現在在羅湖口岸 過關過程唱不唱順 我們現在在羅湖入境香港的港鐵大堂 剛才跟部分旅客談過 他們都說過關是比較順暢 不用怎樣排隊 來到大堂這裡 我們觀察了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陸續都有人來到 不少都是散客自由團居多 我們現在看看現場的情況 見到他們來到大堂這裡 有些旅客是瞭解一些乘車的資訊 在閘口前面等候的 他們有些是背著背囊 也有些是拿著行李 跟他們談過 說不少都一家大小 或者是趁著和朋友五一來到這裡 香港玩的 港鐵也都加派了職員在現場協助 我們剛才在路程也都觀察到 由羅湖南下的港鐵列車 乘客基本都是有位坐的 我們會在現場跟進最新情況 先將時間加分給新聞報 謝謝 轉體下 天文台凌晨四點十五分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至早早七點取消 凌晨四點多 旺角上空行雷閃電 街道下大雨 有市民用遮擋雨 在美孚一帶雨勢更加大 天文台說 凌晨大約四點五十分 長洲錄得每小時超過一百公里的猛烈陣風 凌晨四點四十五分 之後一小時之內 全港錄得一千九百二十七次雲對地閃電 和五千四百一十一次雲間閃電 澳門政府預計五一假期 日均十三萬人次旅客房澳 有商會和內地地圖手機應用程式合作 希望帶動人流入民生區消費 有駐澳門記者鄺惠敏報導 澳門經濟復甦 不少商鋪面臨加租壓力 加上澳人不想消費的意欲強 造成本地消費外流 如何改善像北區這些民生區的營商環境 備受關注 五一假期前夕 有商會和內地地圖手機應用程式合作 希望令旅客更容易找到北區的商鋪 預計可以帶動350萬人次人流到北區消費 目前澳門的移動支付覆蓋95%以上的零售場景 共12款境外移動支付工具可以在澳門使用 有份主辦活動的澳門通說 電子支付的便利有助吸引不同地區的旅客 澳門政府在五一假期前 在北區設置了不同主題的打卡裝置 希望配合不同的遊覽路線吸引人流 無視電視專澳門記者邝慧敏報導 今天是天頭彈即是孖祖彈 內地多個沿海城市都有慶祝活動 廣州南沙舉辦一系列孖祖主題文化活動 推廣當地特色旅遊 記者陳卓康去看過 媽祖是漁民的護航之神 南沙自宋代起就有制製媽祖的傳統 而由已故香港商人霍英東出資興建的 南沙天后宮是當地著名的景點 每日都有不少信眾前來參拜 我會經常跟同事們一起過來 大家一起都會在這裡像媽祖有一個願 就是都是希望世界平安 風調雨順 這個很重要特別是前段時間 它這個暴風也 想過來見識一下 平安起來 祝國家經濟越來越繁榮 從小就是在海邊 然後我現在的工作也是在海邊 所以就希望我在海邊的工作順利 還有我的家人和愛人身體健康 拜完媽祖可以來旁邊的攤位轉一下風車 買爆平安米 愈以風調雨順風衣足食 每年農曆3月23是媽祖誕 南沙天后宮舉行祭祀儀式 有飛為麒麟舞表演 功夫詩樂朗眾等 當地結合五一假期 舉辦第16屆媽祖文化旅遊節 未來一個月有媽祖夜間燈光表演 大型海上巡遊等活動 並會結合餐飲和商戶 推出媽祖平安宴等特色的旅遊產品 紅陽媽祖立德行善大愛的精神 講好南沙優秀傳統文化故事 用媽祖文化插亮南沙的旅遊名片 用心培育好文旅好產品 激發消費新活力 旅遊業界估計最多可以吸引30萬人次到訪 成績能否能夠好過去年 就要視乎天氣 如果是天氣好的話正常 可能一天的遊客量是3萬到5萬 最高的客流量我們去年會達到7萬 大家可能會選擇階段性的來參加 比如說有的參加夜間 有的是參加白天的公廟群遊 相信這個群眾的熱情還是不會少 但是如果是下大雨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的影響 他說活動一旦因為天氣惡劣 要取消或者改期會盡早公佈 無視電視駐廣州記者陳祖康武道 美國新公佈的經濟數據 反映通脹仍然見壓力 以為聯署局或者會推遲減息 日元對美元匯價再跌至157水平 日元星期一觸及160低位之後 曾經反彈至154水平 但之後再反覆回落 最新報157.82 每百日元對港元再次回落至五算流下 最新報4.957 另外 從日本中央銀行數據 或反映日本央行系 星期一曾經動用多達5.5萬億日元 即相當於350億美元入市支持完回 明報報導 市區重建局昨日向九龍城牙前圍道賈兵達道發展計劃內的物業業主發出收購建議 向受影響合資格住宅自住業主提出以實用面積尺價14,599元收購物業 屬過去七年最低 消息人士說 那個價錢是同區七年流零的假設重置單位尺價 已經反映樓市最新變化影響 有測量師說 今次事件局建議收購價、反映市價已經參考目前市況 認為對受影響業主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 《文匯報》報導 太陽市高等教育最新發佈的2024年度亞洲大學排名 內地一共有7間院校跡身20強 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更加連續5年蟬聯那個榜的前二 另外有3間學校位於亞洲前10名 在香港方面 雖然保持有5間學校打入20強 但有4校排名下跌 其中香港大學位列第6 中文大學排第10 分別下跌2名和4名 科技大學排12 理工大學排第19位同樣下跌5名 排名上升的港校就包括城市大學微星1位至第15 浸會大學由105名攀升至63名 稍後回來有下一節新聞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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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